政府今明天起将会对大部分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民众放宽管制 但是西蒙卫生委员会呼吁政府不要仓促决定 应该等到全国接种率超达到七成 所有的高风险群体完成接种 医疗体系舒缓 制定全国筛检策略之后 才让符合条件的州属逐步放宽管制 否则只会再一次加剧全国疫情 加重医疗体系的负担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昨天宣布 放宽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者的管制 包括允许唐食 跨州跨县和居家隔离 所有措施明天就会生效 不过西蒙卫生委员会提醒政府 应该更谨慎和逐步放宽管制 必须吸取以往的教训 尤其目前的接种率还很低 如果仓促放宽措施 只会进一步加剧疫情 加重医疗体系的负担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 西蒙建议必须符合以下五个条件 才可以放宽管制 首先 全国的接种率至少达到60% 第二 所有高风险群体 尤其是勒利人士以及合并症患者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第三 医疗体系负荷量少于70% 并且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 第四 政府必须制定全国筛检策略 包括发现 检测 追踪 隔离和支持 同时列明需要检测的人 检测期限和频率 以及各行业检测之后的事宜 最后 各区每10万宗活跃病例 传染率不超过250宗 也就是少于0.25% 西蒙也建议 放宽管制只能在同一个州属和领域中实行 符合以上条件的州属才可以放宽管制 每10万州活跃病例 传染率少于0.25%才可以跨线 以目前的疫情来看 只有纳敏 玻璃室和沙拉月符合条件 为了平衡生命和生计 保障经济和人民的身心健康 放宽措施必须包括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 其中 工厂和职场的接种率达到8成 可以近乎全面运作 但是必须每个星期筛减 公园 游乐场 主题公园 动物园等可以重开 但是容纳的人数必须减半 其他高风险领域 包括健身房 电影院 早适巴沙和夜市等等 可以在严格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下运作 条件是所有员工必须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个人生活方面 只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可以进行宗教活动 举办婚礼或丧礼 堂食 以及进行有肢体接触的运动和社交活动 西蒙建议政府 先公布放宽管制措施的细节 等到各州数达标之后才落实 如此一来 也能鼓励还没有注册接种的民众 尽快注册接种疫苗 政府也必须再加快疫苗接种速度 才能更快重振经济 不过西蒙强调 即使放宽管制 个人的防疫措施也不能松懈 民众必须继续戴口罩和保持肢体距离 才能避免感染病毒